大家好,又是星期四下午的三点钟 看到我又是Benny Wong Trap Point的Podcast 和星期二四的三点钟 至于3点45分 疫情的第二段离开 所以我们今天都是戴口罩的 好了,今天我们和以往有点不同的 有什么不同呢?我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很specific的 我们讲什么呢?我们在讲连续 我们今天是在讲连续的Data Security Protection With Chatpoint的Standblast 和Wim的Data Lab 所以正正是一个Course Over的选须 由两个Suppire告诉大家 我们可以怎么做的 今天我会看到,我不懂做的 我旁边又是Johnny Johnny很多次都在Podcast上 和大家见面了 不过今天打了个口罩 另外是Billy Billy就越来越多在Podcast上出现 其实Billy在这个Podcast的世界 也好,大家常见到他 Billy就是今天会讲一讲 整件事可以怎样做到四 以及是否真的这么复杂呢? 大家要听听Billy说的 我一直听到是0123和3210 其实只有几部曲可以做到的 你也看到后面的Backup 写着是Cloud Data Backup 这个就是Wim的Slogan 我们还有Signity的同事 Signity的同事在帮我们做什么呢? 就是帮我们做农事 以后如果大家想知道实际上怎么做 就找回Signity的同事了 那里面有几位呢? 有Nick Chan 大家都知道Nick的了 那有什么可以找回Nick呢? 他可以安排那个 能够的 是吧? 好 好 如以往 很多朋友都问了 那其实这个window会怎样呢? 这次有点转变的 由3点到3点35分 就是presentation sharing 那如果你们有问题 那可以进入Q&A 去问我们 那也有网络问我们 那如果可以解答到问题 那我们尽量去解答大家 如果不可以的话 那我们之后就会回到你了 那另外呢 大家会知道我们有个 customer feedback 的时间 其实呢 中间 原本我们是一个靠个游戏的 那因为今天呢 我们真是讲了很乐地的东西 那所以呢 那我们会多些时间 给两位主讲者 去讲讲 我们那个solution 怎么做 那feedback 的时间呢 也有的 那稍后大家 搜索一下QR code 那在上面 回答我们的问题 超过5次 给我们的朋友 有机会得到我们的 airmask 那至于其他的 小礼品 我们长期放在这里 就是这个 空气清新机 和我们这个 可以从100字架口罩 那 那希望下一次呢 我们的podcast的时间 靠个game 再送出来给大家了 OK 那 那由开始到现在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的podcast OK 我们都会送出我们 30日 free usage 的remote office 的package 那另外 就是说 现在在remote office 成果之下呢 最多affect 就是fishing 所以我们internet response team 都会有 fishing simulation affect 给大家的 那再者 政府一直都说 好之前 我们怎么去继续 我们的fishing cloud cbis的program 而chappoint 亦都计划了一个 叫一石计划的 其实说出了里面 就是古人每月三 港元 那 已经有firewall 有cloud的security 以及有endpoint的security OK 好 那其实我不阻止大家的时间了 OK 接着来 我们要讲讲 今天 首先会交给Johnny 讲的 就是一个radical approach 如何去处理 cyberg security 和data protection 你再交给Johnny 好 谢谢Benny 我想 因为今天的主题 其实最主要是想 focus在data security 那方面 为什么chappoint 和vim 我们一起去讲一个total solution 因为 其实我们经常都说 data security 或者cyber security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会牵涉到很多不同的parties 不同的technologies 那你怎样可以将 我们chappoint的cyber security 带到vim 甚至乎我们的total solution 今天都会介绍 解释给大家 首先在chappoint 一般来说 因为我们是一间cyber security 公司 我们有一个technology 叫Sendbras 在Sendbras 其实我们 一个是比较针对性 一些advanced impact 的一个solution 但是 为什么我们会有 这样的product line 或者一个technology 去带给大家呢 其实我们看到 有很多不同的situation 譬如 就是那个cyber flat landscape 一直都在移动 我想 现在大家都有听过一些news 例如 例如 Twitter 有被人chapp 然后去买bitcoin 透过电动车公司 也好 或者是 生果公司也好 那些CEO 全部都中招 买bitcoin 很明显 你会看到 那个fair landscape 是一路去change 但是 当我们看到 这些attacks 是more sophisticated 的时候 其实我们怎么去做 remediation remediation 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challenge 尤其是 如果大家 将所有的data 都放上去 云 也好 或者你on-prem 也好 其实我自己看到 data是无价 即是如果你当时 真的被人去 无论expertate 了 或者是 ransom了 的时候 你怎么去remediate 或者recover 这个一定是一个学问 如何去做得更好 而另外就是 investigation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这些incident 其实我们不是 纯粹说 真是 单纯是做一个prevention 我们怎样可以 拿多些information 可以知道 究竟发生什么事 下次可以做得更加好 或者甚至 要给监管机构去看的时候 这些都是我们 需要去consider 而这个 其实我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checkpoint researcher 上个星期发现了一个 我们叫做CVSS score10 的一个vulnerability 是windows的DNS server remote code execution 这个叫SIGREG 其实这个漏洞 其实已经存在了很久 你猜存在了多久 Bendy 几年 其实是不止几年 说的是17年 大家就会看到 这个vulnerability 是可以存留那么久 而大家没有发现 但是不代表它不在 就是跟病毒一样 在身体弱的时间 就发作 有机会 但是它一发作起来 就是真的会 tuck with 说一句 就是糟糕 真的已经糟糕了 是的 这里我不会考虑里面的technical detail 但是我想分析给大家 就是无论是wulnerability 或者一些attacks 底下 例如这个sample emote 其实它是一个partner 在我们的IR team 其实有很多的information share 就是说 这个attacks的campaign 又回来了 即是又多了 是的 无论是一些 刚才说的twitter 或者是一些 email的phishing 这些APP 其实都是带入了一些 ransomware 在这个bordland 底下 所以它们相辅相成 底下 其实我们的attacks 又见得越来越危险 越来越多 所以你会见到 在整个IT infrastructure 或者在data的perspective 我们会见到 无论是一些 真的叫做 dedicated effects 或者一些 advanced threat effects 出现了之外 其实另外一个angle 就会是关于一些 human factor 例如是social engineering 刚才举过例 和一些credentials 的phishing 这些都会见到 是很影响着 大家日常的business flow 的运作 而在这个environment 底下 其实我们怎么去 refinch your cyber security strategies 因为始终 在整个 的cyber attack 而现在的hacker 不单止是针对 有可能去encrypt 你的file 去拿钱 其实它对你的data 还有兴趣 甚至是你的account 即是你的user account 我如果认识到 其实我可以做很多 我可以送电邮给任何人 亦都可以拿很多 不同的好处 就是social call 所以你会见到 就是说 在未来的五年 那个cyber crime 其实的impact 越来越大 但是 其实如果大家有发现 当touch food 中了一次招 或者即是one speech 之后 其实对你的生意 或者reputation 其实你是估计不到的 你不可能 不是说什么down time 有可能就是说 其实你是否一个trustable 的partner 可以和你 deal with 做生意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的concern 所以在checkpoint 我们有几样东西 是如何帮助你去防止 一些data leakage 或者是incase 一些wansomware attack 如何帮你去做 第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如何去防止 一些evasive through the attacks 而我们分析到 最多的情况下 其实那些attack 很多时候都是从end user 入手 end user 绝对是一个security 的witness thing 其实不是跟end user 因为end user始终未必有那么多的low效 或者knowledge 如何去做一个protection 但是hacker正正就是看中这一点 做很多一些phishing 我们会看到 phishing当中 其实也有好几种不同的appet 的模式 第一样东西 就是有可能它是 通过一个email sms 或者甚至乎是instant messaging 他给个link 对了 想你click进去 这个phishing site 在我们的sandbus technology 来说 我们可以做到一个real time的inspection 以及一个on access的activation 就是当它click进去之后 我们直接block 这个我们可以做到一个preventive的动作 而另外 based on 公司的quality 就看回你的credential 是否需要一些protection 因为credential 亦都是another way 是hacker很喜欢要拿到的 因为如果我拿到的时候 我就可以扮理 我们叫做account takeover impresonation等等 这些 我们的做法就是说 end user 如果他需要去打回 Userland project on external site 我们可以block它 从而去减低credential linkage 的出现 而第三方面 就是在 classwork 那里 我们也有个capability 去一路collect information 从Dartweb 看回究竟Dartweb 现在release了 一些什么 Userland password 去出现了 那我们可以 有个capability 去看看究竟 那个end user 会不会用一个compromised 的password 如果他是用这个password 我们就会去做一些 lokification 这些都是防止 through-day fishing impact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 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到 frag emulation 和frag extraction 就按回 一个end user 的day-to-day operation 因为我想 大部分的end user 很多时候 都会开一些work document Excel 或者是work 等等 我们两条腿走路 一边 首先我们就把那个file 去做一个sandboxing Frag emulation 而在emulate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会带多一个solution 就是Frag extraction 将那个document i clean up 我们所谓叫做CDR content exam and reconstruction 将那个data 不如本身 由work 就转做PDF 拔走里面的dynamic codeback 尽量去minimize 那个security risk OK 拔走之后 其实我就可以 deliver给那个end user 而在frag emulation 底下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 技术 是在里面的 包括你看到 CPU level deep scan 等等 我简单概括说 其实有分dynamic 以及有分static behavior 甚至是一些AI Machine learning 技术 我们都放在frag emulation 那里 从而我们就 on and on 如何去accelerate data 那个matching 会不会是一个mallware in average 来说 我们两分钟 就已经可以emulate 到底是一个clean up 就是clean的一个document 但是始终是有些customer 他尽可能不想影响 business flow 因为有很多的vip user 如果你早一分钟收个email 其实都差很远 就是有可能去make一个decision 那我们的frag extraction 正正可以帮到手 就是把一个本身 例如是work的document 我们就转做pdf 叫做一个signitized的version 给回到end user 同时 如果那个frag emulation 我们是clean up 即是run 那一次是没有问题的时候 其实是end user 可以拿回 original file 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 也是一个secure way 去给回到end user 而做了这么多东西 其实我们不可以就这样signit 即是show lock 其实永远都是 即是一些wall lock to customer 其实很难manage 很难operate 那我们会有一个帥哥的report 就像这个screen 你看到 Basically 我们透过这个frag emulation 我们就可以分析这个document 本身 他会不会有一些maware maware family 跟着他针对哪一个country 甚至乎我会说的might attack 的technic 他用了在哪一方面 甚至乎他连接到哪些combine control server 这些都可以看到 在report 所以再接下来 就是说我们究竟如何可以 将这些attacks去remediate 以及在Cyber Qtrain 我们究竟有能力去做到 有多少方面的 protection Cyber Qtrain 我想大家有可能都已经很清晰了 就是有几个不同的stage 透过这几个不同的stage 去做一些hack 就是一个hacker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甚至我hack了之后 其实我detect 到 或是prevent 到 我也要做一些remediation 的情况 举个例子就是ransomware 我们有个module 是anti-ransomware 是如何去帮忙 去restore 等一下会多说 一些 还有就是一个 我们叫做block CNC的traffic 因为现在很多时候的ransomware 不单是单纯去encrypt了你的file 然后勒索你的金钱 同时 其实它已经将你的data 在背后已经传给了一些CNC server 做了一个data expectation 这个绝对是一个business impact 那 这里也举个例子 就是ransomware 其实我想由2017年开始 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而 for example Wonderquare 其实 无论是美国当局 它们都会出现一些debripper 但是在internet的世界 就什么都有的 ransomware的debripper 其实也是一个ransomware 这个也挺有趣的一样 令到end user 其实你一般人很难去分别 如果你download了一个 原来本身是一个mallware 那你变了double equipment 就是第二次夹击 没错 其实你已经在流血了 但是他见你不死 就再插你轮道 等你流多些血 而在这些情况下 其实整个cyberqtrain 其实他都会是 all into delivery 或者exploitation 那一部分 而我们怎么去做一个remediation 其实这里就可以 讲多一点给大家听 这个mechanism 我们先会在 ongoing 一度去monitor 看看究竟他的behavior 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tutula 真的看到有ransomware的时候 它trigger了 如果有机会 他会隐蔽了投稿的file 当然我们立刻可以detect 和remediate remediate 再下来 有些什么 bad effect 在里面 quarantine 和stop 同时间 我们的uninus 就是说 我们也可以带到 一个data snapshot on 那个platform 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会有一些 short term的file back 当那个end user 就是一路开封 或者关掉file 我们都会create 一个snapshot in case 真的有一些file 是encrypt了的时候 我们可以restore 从这个snapshot ok 所以你会见到 在整个checkpoint 之下 我们无论是 刚才说的remediation prevention的technic 甚至乎 现在讲的mite effect 的framework 我们都有很多的 不同的配套 是可以令到customer 知道发生什么事 就不是 没有一个disability 最后就是 基于这些incident 其实我也想分享多一点点 因为现在我们讲的 IT这一行 人才都蛮缺乏的 尤其是 你讲security的时候 你要找个 懂得去 analyze 或者investigate 基本上 不是没有 是比较贵的 你很难去 能够提供一个人 所以我们也见到 很多customer 开始讲一些manage the service 但是 如果真的 没有这样的capability 的时候 checkpoint 怎样可以帮忙呢 其实我们 将一些 我们通常客户 会问的问题 我们consolidate 在一个solution 那里 例如 这个是不是真的 一个real attack 这个 attack 其实是 如何进入 我们怎样去clean up Additional investigation 最重要 就是有什么 Business OK 在我们的solution consolidate 之后 就会有一个forensic report 去告诉客户 你真的中了招 第一件事 就是说 我需要很panic 有多critical 呢 这些informations 我们会share 给你 Attack elements 是什么 而Attack type 例如 它是否操准 是否Ransomware 这些informations 我们都分享 再重要一点 就是 Business impact 因为我们 在之前的case 当中 其实会看到 有一些customer 真的中了招 接着 deploy了我们 这个platform 之后 他就review 究竟有什么 Business impact 他发现 原来有20个sensitive file 是经过 刚才我说的CNC 已经有些基础出去了 所以 这件事对用家 或者你们customer 绝对是帮到手 起码知道自己 我除了中了招之外 其实我是否真的有一些实质 的loss 去了 给一个hacker 或者给一个hacker 那里呢 再加上 就是 那个information 是否真的clean up 以及一些 刚才说的mite attack 牵涉到一些什么技术 去attack 以及整个 attack kill chain 我们都可以visualize 给你们去看 所以一个report 其实你就已经知道了 所有原因 ok 其实这里不太多说 因为在check point 我们永远都是做一个prevention 为主的 那我们怎样去reduce 那个attack service 由这个framework 接着再怎样去prevent 它run run time 的protection containment remediation 甚至乎刚才说的analytics 基本上我们已经全包了 应该做到所有的业务 而在deployment当中 其实也是很方便 简单的 因为我们去设立 不同的customer的需求 有些需要做on-prem 有些需要做cloud 有些需要做cloud 我们两方面都可以做到 其实互换也可以 这个是我们的flexibility 是可以support得到 而还有一个要点 其实那个platform的support 亦都有很多 我想基本上 你说得出的 我们都可以support 即是一些basic的OS 例如Windows Linux 或者Mac 我们可以保护到 iOS Android 甚至VDI的platform 我们都可以protect 到 最后 其实都想说多一点 就是在整个data protection 来说 除了你做prevention之外 其实那个protection 和detection的 认受性都很高 我们连续两年 其实再之前都有一些不同的 NSS labs 的report 我们都可以show出来 但我就拿最近的两年去show 2019年和2020年 分别在BPS 和我们的AEP test 当中 其实我们都可以 认识到100%的blog weight 甚至乎一些 evasion exploit 的attack 我们都可以100% block 最重要的就是 一个0%的flexibility 这个其实对customer 如何去manage 那个technology 是一个很大的 诱因如何去做 OK 总括而言 就是有几个要点 第一个我们可以 prevent 到一个 evasive 的 0%的data protection 接着我们可以 做到一个 自动化的remediation 甚至乎就是 一个analysis investigation 但是始终 在checkpoint 来说 我们真的按一个 就是cyber security 的angle 我们亦都和Beam 有一个 的use case 其实可以多说 多一点 给大家听 待会 Billy 也会再 elaborate 多一点 但是在datalab 当中 vim 这个solution 我们见到 有三个 use case 可以和大家分享 因为datalab 是可以将 你的production environment 就是 原本 从一个 出来 变成一个 isolated network 变成一个 isolated network 就是上个部分 之后 我们见到第一个 的integration 其实我们可以 基于datalab 的environment 去行一些 network security 或者posture management 去分析 你现在production 的network 有没有一些 security的backhole 或者一些 compliance 的issue 我们可以这样 去帮忙 而第二件 我们也见到 就是会不会 在一些 volibility testing scanning 的时候 可以进取一点 因为本身 在production 你未必 想做一些 intrusive volibility scanning 我们想做 depressive 但是我有data lab 之后 其实我可以这样做 第三方面 其实这个 也是我见到 很大的誘因 为什么用data lab 加checkpoint 就是data lab 因为可以replicate 你的embrama 其实 如果我们做一些 security training 例如cyber range 的时候 就很方便 因为cyber range 一般你们去上去的时候 它也是 已经有罐头 但是未必很relevant 自己的embrama data lab 现在就可以生了一个 relevant 你 再加我们trap point 的一些technic 去做一些 blu team reptim 或者prevention 这个 一定是一个 很好的use case 所以这部分 我想大家可以再去看 多一点 而 我现在就交给billy 去说多一点 关于wim的一些 componer 或者技术 技术 多谢 Johnny 跟我们有点引致 接下来 就是交给billy 说说 Data lab 如何去 帮助我们 这些建筑 再 enhance security 交给你billy 好 刚刚刚 checkpoint 可能有了一些 cyber security 的关系 在我们wim 这一部分 其实开始说 我们如何跟 checkpoint 的send and bass 去做一些 innegration 之前 我也想和大家分享 我们wim的一些 分享一些 best practice on data protection 或者security 的overview 是怎么做的 其实在我们wim的 的 criteria里面 大家已经不陌生了 但一定听过一个 黄金的定律 就是3210的 rule 其实这个3210的 rule 普遍 其实在香港来说 也有部分的客人 是未去认识到 这个图案 我们很多时候 会 久不久 就会听到客人 打电话来求救 就说要re-store 但re-store 的时候 原来他本身 只有一个copy 在地区 而那个 刚好就可能被 re-store-ware 或者是真的 人手human error 令到他 完全re-store 不出来 所以这个情况下 所以大家都可能 要评论一下 就算未用开vim 也要评论一下 大家自己的一些 不同的计划 和一些data backup 的工作 所以这个就会 遇到三个不同的 copy 不同的retention 可能在设计 或者是一些 encrypted the tab level 里面做回 或者现在可能 说到cloud上面的 一些计划 object storage 或public cloud 都可以做到 所以说 也会衍生到 有一个零的 的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如果用了vim 的话 我们可以帮你 daily 去查一下 究竟backup 了的data 有没有阻止 或者db 或者application 是否真的可以 re-store-1% 所以这个就是 3210 vim可以带到 给你 re-store-w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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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其实大家看到 这些20T的数据可以很快移动到应用上 另外就是单购一些充满 或者是一些Sense 充满 做一些充满的充满 等等都可以帮到手 大家可以留意右边有一个叫Inmediate的公司 其实一些在方家上 越来越多的Vender都会做一些充满的充满 甚至是lockdown的做法 这些叫object lock的功能 这些都是简单化的 令到减低一些不同的Human Error 删除了一些backup image 或者是一些另类的incretion 是连续到整个backup image 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在cloud上面的援展性 再者就是说按snapshot和backup 其实这个亦都想用小时间跟大家分享 很多客人会觉得snapshot其实跟backup 其实实际上不是的 可能大家会以为snapshot可以在充满层面 可以很快的rezoom到 restore到出来 但是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 如果一接到somewhere的问题 其实你踢任何的stapshot 都是已经有问题的了 就是整个storage层面 file层面、photo层面已经接触了 所以restore都没有用的 所以就说在backup情况 就是为什么有一个backup的scenario呢 正正就是把那些data搬走 搬来本身的primary storage location 所以就说你一定会有另外的security 或者更加secondary的local location 去做回整个restore的scenario 所以这个就是最终的保障 就是最后一个防御线 就是这样去underline 去迎合到 这一架表 大家可能看到这个表 正正就cover起 究竟其实是否只有snapshot 或只是backup是完美的呢 这样就不是的 大家都可以相互相成 可以存在在同一时间上 譬如snapshot就可以做回不同程度的instant create 可以很短时间做 但是这些application 或者offside的一些scenario 就backup会帮到手 再者就是一些不同的space re-efficiency 就是如何利用不同data的capacity 其实也是snapshot会有效的 所以大家看到就是两边都可以共同 去develop一些不同的policy 去保护大家的time of re-storage 即是完善一点的data potential 就是snapshot加spare 没错没错 那不会就是中一边 这个就是我们REEM在这几年的growth 或者是一些陷入feedback的时候 这些的backspare 都想share给大家的 好 再者也是有个good strategy的一个 例子给大家看看 就是说我们分了几个level的 由level zero开始 就讲到这首说的snapshot only的job 这个其实除了是 啊guess一个不同wessomware 或者是配套不同wessomware的schedule之后 也可以配合一些sla 就用一个小时做一次 当然可以 这个就是可以用snapshot only的做法 另外就是backup job backup job就是level1的 level1就是说 将不同的资料搬离回你的primary storage 去一个offside 或者local 一个out of the box的一个solution 这个就是回回level1 level2就是backup copyjob 或者有dr site 或者上cloud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在retention 可能会有14日 30日 或者30日 或者30日的时候 都有不同的level可以保护到 所以就说有proye 不同程度的retention 帮助客人 要确保护到某些图片的时候 会有其中一个copy 可以保护到你 是会restore的 再者就是说 再讲多一点 就是说 按不同程度的考量 Vim 其实在security 角色上面 都会有很多不同的 是在标准的标准 给大家的 for example 第一个要讲的就是segmentation segmentation 主要是考量不同的 vim的component 放在什么位置 除了做direction之外 在设计 甚至乎 在assess control 上面都是重要的一环 这些都遗憾到human error 或者human attached 的动作 所以在segmentation上面 在这幅图上面 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们vim的不同component 应该放在什么位置 for example 就是说 大家做horror management 的management zone 主要是放回 我们vim的一些 forsy control的server backup server 或者是大家的一些 AD、sicle 和database 放在里面 另外也都在dm zone 甚至乎trustor zone restore zone 里面 全部有不同的quiteria 你会看到 其实reportive 就是大家放的backup image 往往放在restore zone里面 这个就是防止 有其他黑客 或者一些不同的情况下 attached到里面 domain control 亦都是一贯之处 所以在这些等等的 组终原因 就是在strategy model上面 是很着重在设计 确设计 要扩设计 不同security consultant 去到不同network层面 不同level 不同layer的时候 大家approach的做法 另外就是 如何去减低那个attach 当然就是prevention check points 去做一个前期的工作 或者是zero detection 之后 zero day的做法 再者就是说 要用一些符合好的 一些prevision 一些不足的permission 去做assess control 这些都是可以 有一个insight 去一些cost effective 或者benefit 去达到大家 在design 整个infrastructure上面 所有的 如何去生亡 设计 甚至乎 data 的information 第二样 除了segmentation 之外 就是segregation 就是segregation of duties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除了大家本身 主持住一个data center data center 里面有physical 的assess control 会记录 究竟什么人 去access了data 会不会被人搬走了 再者 我亦想牵涉到 整个approach 就是vim的component 或者不同的component application wise 究竟装不成了domain 究竟谁去manage 如何设计 如何设计 安全 这个也是整个范畴 要去照顾 的 for example 在vim 我们有不同的road-based control 大家在slide上面 看到 其实我们有五大方向 首先就是 只可以做restock operator roles 只可以manage data restoration 又或者是 只去meet only 一个approach 就是看back job的情况 review等等 再者就是back up operator 就可以start stop那些jobs 这些等等的 不同level的road-based control 都有效地去management 他不会有任何human error 甚至乎有些学义的insider 去做任何的delivation 这些都是我们的做法 所以就是刚才所说 一些不同的priftage 都可以做到 再者 亦都有个use case 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有三大因素 最主要就是administrator right 究竟 这个domain 最大的super user 是否access到 其实我们recommend 都不可以的 只可以有local的admin 或者是一些user group 才可以attach到vim的 一些不同component 去减低权限性 去overrun所有东西 这是我们的做法 所以这些等等的approach 都可以share给大家 去book into 在大家的data production 的environment里面 是否有些事情 可以再做多些 或者是review一下 整个forces 特别就是说 按正如刚才所说的 一个summary 就是roles and user 的一个attachment 如何去做一些 等密合作 不同人士 或者不同的team的team 可以做回相应的动作 减低大家的overload 或者是over的一些 不同的permission 所以有效地去做些management 就是data management 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 也是重要的一環 就是说一些不同的encryption 这也是由大家去接触到 那些什么日之前 其实大家有触觉就是说 我要做data的bell 的时候往往的encryption 是怎样做呢 或者in-flight transit 的时候怎样做法呢 是否make sure 里面的整个environment 或者ranlink的情况是怎样呢 所以其实这一环 大家也要留意 其实我们vim的做法 是一个save guard 就是一个encryption的save guard 就是说 如何保护回不会令到 leakage的情况出现 就是任何人可以接触到 所有的deep-back data 要拿到 我们有不同的standard去做 除了一些普通的aes256git之外 也有rsa等等的 可以再键去做 这样达到其实整个 用我们vim 由backup的层面 去到一些cap的层面 上面 cloud层面都可以做到 所以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data encryption 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有两个方向 in-flight和at-rest 我们这些图片 都是from我们vim的gooie 其实就是说 on-in-flight的时候 ran-to-ran的情况 ran-in的时候 encrypt network traffic 再者就是一些on-adrest的时候 一些repository 一些backup data的control 全部可以在我们的画面上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不同程度的quiteria 帮到手去做一件事 去到另外一个topic virtual lab的时候 就是说一些不同的情况 我特别想说 就是刚才开始所说的 一些data labs的use case 其实data labs 以前我们的旧名叫virtual lab virtual lab 其实这个的feature 其实在我们迎接 2011年已经开始有了 但是接近出向就是10年了 其实有什么改变呢 其实大家知道virtual lab的时候 往往就知道 有其中唯一一个的use case 就是sure backup 和sure replica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一些日常的virtual backup 或者virtual replica 是data 就确定它可以power on 可以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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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这个是以前的唯一use case 在这两三年我们新增了 stations restore 或者secure restore 正正就是够够够一些 一些GDPR 可能欧盟的一些不同的审查 或一些compliance 或者audit的需要 如何去review restore data 这些confident data 如何去e-waste or before production 这些都是一些我们的机制去做 特别今天想够够多一些 就是一个on-demand sandbox 刚才Johnny也有说的 就是我们on-demand sandbox 是可以帮助客人 去做了一些不同的training material environment 其实里面是一模一样的 和existent 本身position是一模一样的 里面的IP subnet 等等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其实里面的data 是不需要再测试 或者是再re-stirpish 一些application 在nexture里面走到 我下以下就会多说一点 on整个的approach 好 说多一点就是用途案 刚才Johnny也遇到一些 就是刚才所说的 backup related operation 一些IT的training operations 等等都是 另外就是security 刚才所说的漏洞测试 等等都是可以做到的 再者就是说 如果有任何的audit 需要有好一大堆的test plan 的话 你都可以用这个场 去代表了 你现在的existent production 而减低了production的影响 去做任何testing 这四大类型都可以遇到 所以这里就可以多说 data lab 是怎样去formation 其实data lab 我们说的就是leverage data 其实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去拥有任何场 你拥有一个 两个三个也好 其实都不会用多了 你的storage 的capacity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 我们所有这些场 的chromation的时候 往往都是 come from withbun backup files 大家知道 backup file本身已经存在了 带了在我们backup storage上 我们做的东西很简单 将backup storage 直接充满在hypervisor上面 做一个datastore 里面就可以显示 所有的vmdk 大家的application vm等等 它就可以power on它 这个情况全是 一个isolate的环片里面 我们会用Linux的appearance 包含了一些不同的v力 virtual network 去做这个东西 所以里面就没有任何 可以令到一些fixed IP 或者假IP 可以access 在里面 isolate 的一些不同的vmdk 所以可以做一些 人手上的vmdk training plan 或者operation 的一些做法 都可以做到 除了backup storage 也可以夹着 我们的primary send 的storage reform的storage 都可以更加有效 去分配资源 按资料的设计 这也是一些很可用法 以下也会说 按个promission step by step 有一个overview 不会太深入的 最主要就是 按个production environment 本身可能在个例子里面 有三部机 有domain controller database 和web server 这个也是主要 formation的web server 的做法 再者就是on top 我们就会在 新的virtual suite 大家由上角看到 再者就是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 popseer apparencer 这就是linux space 就是说你要用的时候 我就会create 出来 他会帮忙 帮忙 manage nat 或者port forwarding on within 那个内容上的情况 所以就说 里面的所有 我们的positioning 的一些vm group 你现在看到 可能另外的三个 其实和 三个是一模一样的 IP一模一样的 所以就说 里面会有 不同的translation 和IP 这里里面 就可以 从一个source 就是刚才所说的 backup 一些storage 甚至乎web server 都可以做到 另外就是说 当它充电了之后 也可以很简单 就是说 你可以用一部client机 用一些route的routing table 加上某一个routing的时候 你就可以access到里面 isolate的affection group 里面的vr 你里面就可以做任何的testing 改动任何的东西 或者将你想要testing的file 可以搬进去都可以 这也是可以做到这样的 所以整个弹性 就可以很快速 因为我们做的统计 就是大概30个vm 可能每个vm 就是20-30gb 可能一些db 或者一些maps server 其实都是30分钟内 可以爆出来的 所以就说 在里面的情况 不需要太多时间 因为很多时候 大家最辛苦 就是空墙的问题 就是要去做很多东西 设断设定 即使你vm 空了一部机 你里面 就要设定很多 设定 程式 设定 程式 所以这个就可以很简单 30分钟内 10-10个机 或者再多些的机器 都可以做到一个scan scenario 这里绿色的线就是说 用不同的photocop 去access resources through 我們說的resource-woo就是ISOLIT的場面 接下來的影片會簡單介紹我們整個Positioning的過程 以及GUI是第一點做的 大家可以看到其中我們換了一個VIM-ON的網絡網頁做一個試鏈 是上年的網絡網頁伺服器來的 我們會有一隻Centos的Linux 是網絡網頁伺服器 這裡只是牽涉一部機 所以會很快地可以顯示到整個Flow是怎樣做的 在這裡我們會按Start之後 其實後面就會自己做很多動作 你看到現在左手邊的Panel 你會看到很多Status, Heartbeat, Ping Test, Scripting, Modification 這些其實本身就是我們Sure Backup 的功能 它都會做一次才加上機器 所以你看到在Session的Log領域 你會看到一開始我們是將Virtual Lab的Configuration 去拿一次之後 再去Configuration一次 即是Review有這些問題 右手邊就是在Visbeer Client裡面 我們會有一個Resource Pool 就是VIM-ON-2019 Data Labs裡面 一會兒我們做到一些Positioning的動作之後 你會看到它會多了一隻VM 會自己充滿自己的Panel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在做幾件事 就是因應你的Back image也好 或者你的Source 拿回那個Configuration的機制 從而可以步一步 再加進Visbeer的Infrastructure裡面 從而Publishing 你已經看到了 就是在Session Log領域裡面看到了 我會用一個Command Line 會進入 我會拼入現在的產品的Servor 確實它是在升幅的 就算我在Position中另一隻出來也不會影響到 不會撞到大家的Configuration 接著就會可能拼回 Juan會有一個假IP 有一個Fick IP 就是要Acess 10.25254.101 這個就是說 一旦它真的Power On之後 你可以在Out of那個Box裡面 Out of Network 去做一個Innovation Access 所以說一Power On到 就會看到了 所以現在這個時間 就是等它Boot Out 就是Power On它 你看到現在是Publishing 幫助一些Connection的情況 然後你見到 就會開始Reconfiguration Power On那隻VM 你看到遊客的Folder上面 譬如說多了 一隻Centos的OS在外面 你見到我們拼到了 其實就在一個Isolator裡面 Power On了那部機 所以這個顯鏈就是可以很簡單 用一個IPRange Access 特別有很多我們用的Case 就是很多客人都是用Web Server 用TestingWeb Server的情況 甚至乎想做一些Secret Testing的時候 都可以檢查 到底那個Web Server 有沒有其他可以的漏洞 情況出現 所以這個就可以配合 剛才Johnny所說的 就是在不同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用回 我們最貴密的Connection Type 去Access所有的Environment 你是完全無痛苦地 去控制所有Case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Reference 這個就是我們其中一個 使用案 其實之後 我們Unpropish也很簡單的 在左下的Stop Session的按鈕 也是很簡單的 就是可以把你剛才所做的任何按鈕 都避免 當然你可以留下 或者可以真的取消了它 也不會阻止到這個情況 這是我們的Approach 所以除了這個Use Schedule 亦想跟大家說 我們的Report機制 都有改善 就是我們剛剛Version 10 裏面 都有一些 我們一些可疑的 一些Backup File的動作 例如大家可能留意過 Ransomware 會Encryption Rewrite Data 其實這個動作 其實在我們的Data Protection 都可以見得到的 因為最簡單就是 一個Full Backup 和一個Incremential Backup 其實如果它真的做 Encryption的Ransomware 它們兩者的Size 是差不多的 其實這也是一些可疑的活動 令到可以做到一些測試 甚至乎就是說 每一部Virtual Machine 裏面的 一些Io 控制 會不會定時日後 或者很長時間保持90% 100% 這些都是有影響到 Incremential 或者VM 的應用 所以Vim 都會有一些 Alert 本身可以調查 最後就是一個 summary 講回剛才所說的 Security 的考慮 剛才所說的 Overall 來說 要遇到 Backup 的位置 3210 另外是 Segmentation 或者 Segmentation of Duties 等等 Backup 還要三次 Backup 、Backup 、Backup 所以大家也看到 在這個 slide 我會重複 另外就是 Design Design 要擴修 Security 的擴修 去做同一級的 layer 的助力 再者就是用來的Data Labs 隔著 Checkpoint 去做相對應的 Value Advice 的提出 其實很少可以以前 大家會有個 Mindset 就是說 Security 和 Data Protection 裡面 都會很延適到一些 Use Case 是让你去年轻或讨论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VIM 夹着查课 所以大家希望在这个节目中 可以帮大家去了解不同的parties 有不同的新兴方案之外 也可以夹着去做 让大家的办法和不同的工作量減到最低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Billy 其实大家听到Billy和Johnny的分享 大家可以知道整件事是backup和Security 可以混在一起的 还有怎样可以应付现在经常找的 Rensomware的Attack 怎样去Safe Guard 公司的Interest 这几样东西 如果真的要Propose给End User也好 或者End User要Propose给自己的老板也好 可以很Comfort地告诉大家 其实backup是怎样做 怎样是Secure 怎样是怎样ProtectVacus Link 其实可能你的Propose给老板 其实他就Wickus Link 你告诉他 可以认识到他们的时间 那大家什么事都好做 OK,好 那接下来 我要再接合式讲一句 我再讲一次了 30片的免费Users 上Remote Office 我们会继续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Pressing Attack 的Simulation 我们也会继续的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One Stone 或者你讲的Deeprease的Program 以前也会继续的 我们是不会放弃的 那我们看看政府第二轮的基金是怎样做法 如果政府第二轮的基金 都帮不了手的时间来说 一时可以帮你手的 因为都是3元港元 per half per day 有Five Wall 有Cow的Security 也有Ampoint的Security 好,那接下来 我们就会继续的 接下来 我们就会继续的 大家已经看到 QR Code 大家搜索了它 然后上面有些问题 大家可以回答 如果大家有兴趣 或者真的有需要 看看这个 我们的Backup Lab 或者Data Lab 如何去处理 现在你的Scanario 可以找回 我们Signity的同事 又做一个Partner 或者找到Johnny 其实我们是Ready 去和大家做这个 这样的 Simulation 亦都看到 其实我们不单止 只是做Backup 那么简单 亦都不单止 是Security 两个Combination 的时间 可以Ready 给大家分析 Cyber Range 的Training 的时间 或者现在 很多End user 都说了些Drill 如何做Drill 的时间 你有一个Backup 就好 过拿一个Position 做Drill 又或者你没有一个UAT 你需要的时间 才可以用一个 15分钟 然后设置 你便不试 那你不用 全部放在机器 放在这里 这又会给Fanance 有个压力给大家 OK 好 多谢大家 相信大家 都填了我们的Fibb platform 好 今天我们的Session 就完了 接下来 我们会看看 我们下个月 今个月就完了 我们还有不同的Session 亦都有不同的Session 亦都有不同的 Kick off 再给大家一些 新的Information 好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